他們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What? 你在做什麼? 是怪癖來的 三個月Walking Herry Sorry 今天想說一下大家身邊都有一位 或者你都會遇過見過類似的人 因為剛好前幾天跟Franking開計 我發現近期會 不是近期 其實很多年之前 我讀書的時候 都有這種人 他們就是以前很流行的ABC 所謂的ABC 即是在外國留學 或者長大回流香港 他們有什麼風格呢? 總之我以下講的項目 有幾個他們都可以配合到 首先他們的膚色很健康 很喜歡beach 然後黑曬 常常都會穿得少 因為他們很own mind 所以很喜歡穿黑色吊帶 或者露點肉 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因為外國人真的這樣 而且夏天很熱 但他們是一定要曬黑 即是你很少看到白色的ABC 而且粉底都會用到很深色的 其中一個就是膚色 第二就是 它的眉是比較稀 不知為何是比較稀 那邊的人可能很輕 第三就是 它一定是說英文 即是可能 我講的那些 真正的ABC是OK 沒問題的 但是 就是藝ABC 什麼叫藝ABC 即是他可能去了澳洲 英國 加拿大 即是這些三個月的working holiday 回到你來 你去說英文 突然他來到和你吃飯 What? 怎樣? 即是做什麼? 即是我覺得 現在已經說英文了 但這些是很奇怪 或者是讀某些 可能國際學校 你都合理的 因為你身邊全部人都是這些 那你就會感染了他們的風氣 或者他們喜歡的喜好 還有 他們很喜歡戴耳環是圈圈的 即是銀色或者金色的大圈耳環 那可能你覺得ABC是比較輕香 不然我英文不好 即是我不會突然間 即是去了三個月旅行 然後走去 即是說英文 即是 如果我去北京三個月要說國語 即是你明白嗎 你身邊當然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是我今天想講的重點 他們都會有一個小動作 怎樣? 即是你明白嗎? 我再做一次 這個動作是撥頭髮 九一分界 染了少許金毛 可能這條頭髮是短短的 一定要這樣撥的 這樣撥的 即是他不是拍照 不是做工作 或者拍MV 或者怎樣 是要這樣 然後看另一處 你知道嗎 對面的人會這樣 會這樣 即是會這樣 我不明白 你這一刻是代表怎樣 即是很wild 還是覺得自己很美 這個我稱之為女神撥 女神撥頭髮 九一分界 還有呢 跟他們說電話 可能是聽少許英文 即是 但你跟他們訊息 你有沒有朋友 是這樣的 即是好地地 你可以說英文 它不是的 它是用拼音的 即是 做什麼 就是J O Joe 叫M E I 嗎 叫Y E I 叫Y E I 或者是 做什麼 你係到 即是M E I 即是你係到做什麼 那你不是說 What are you doing 就可以了 我之後問回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說什麼 我們那邊的人是這樣 真的會用拼音 對 你們那邊的人 我真的不懂 即是你剛才 What are you doing 我都應該會懂 英文幾差 我都應該會懂 懂不懂 那你叫Tex 即是怪癖來的 你身邊有沒有這些人 對 我真的收到這些Message 我的朋友都有些 我們大家有討論 你都說什麼 N E I N E I N E I I